韩女士 您是 胃癌晚期 接受治療 住院能治好嗎 那我就先不住院了 謝謝 謝謝 我怎麼就要死了呢 會有人替我難過嗎 媽就是被你害死 你給我滾 別聽你跟他瞎說 你媽是男產 跟你沒啥關係 不過 十天末 你可得想辦法拿下來 不然 咱家公司就徹底彎了 算怕求你了啊 親爸親哥都不在乎 搶來的老公 就更不可能了吧 十天末回來了 要告訴他 我的胃癌的事情嗎 就說不定他會關心下我 好好看 我給你打了多少電話 手機沒電了 有什麼急事嗎 略略受傷了 失血過渡 你跟我去趟醫院 果然 他的緊張 全是為了陳小玉 啊 來我 來抽他的血不用檢查 嗯 我今天不舒服 能不能 有什麼資格說不 費盡心思逼我取你 不就是為了能做月月的血代嗎 抽 四年前我們就簽了合同 白紙黑字寫得清清楚楚 只要月月失血過多 你必须无偿给他献血 韩文家 请你好好履行你的职责 是我欠你的 所以得慰爱 就是我的报应吧 真是活该啊 还能坚持吗 我没事 抽吧 我没事 抽吧 石先生 已经抽了600cc了 他本来就营养不良 已经很危险了 我不能再抽了 天魔 我真的 够吗 不够接着抽 文家姐姐你醒了 石哥哥给我买吃的去了 一会儿再回来 出去 姐姐你怎么对我这么冷淡 好歹刚刚用你的血把人家救了 听说石哥哥让人抽了你好多血 怎么没把你抽死 你怎么还没死 文家姐姐 你这个该死的小三赶紧给我乖乖去死 别缠着我的石哥哥了好不好 韩文家你抽什么疯 石天魔 石天魔 不是你看到的那样 石哥哥 你不要怪姐姐 他一定不是故意的 你闭嘴 在闭嘴的是你 少在这颠倒黑白 石哥哥 不是我 姐姐一醒来就开始扣自己的伤口 说都是因为我 你才会对他这么不好 韩文家 你少在这跟我装可怜 当你用你的血 给我娶你的那一刻 你就应该明白 你这辈子都只能做月月的血酷 不该有的心思别有 都藏好了 再被我发现你卢月月一根汗毛 少不留你 我们走 喂 五通哥 你今天去医院 拿到体检结果了吧 怎么样 挺好的 你是说实话呢 还是我自己去医院查 你选吧 喂 艾 万青 怎么可能 你还这么年轻 他在为我难过 此前还有人能关心我 我已经合满了 肯定是误诊 这样 你明天来趟医院 我亲自为你检查 我疼 我自己的身体 我比谁都清楚 无论检查多少遍 都一样的 可能这就是报应吧 你胡说什么 温家 你听我的 你和施天莫离婚吧 你看看这四年 他把你折磨成什么样了 怎么可以把身体搞成这个样子 我会考虑的 你明天再来趟医院 我亲自为你检查 定制治疗方案 我知道了 挂了 我就记住 你回来了 吃饭了吗 我去跟你煮 你煮什么先回 直接办这三事了 田墨 我难受 你弄痛我了 哪温家 你真的让我不比的厄心 不温是你的脸 还是你的身体 今天已经婚晚了 我不想和你做 安文佳 装什么青春 之前费尽心思勾搭我的不是你吗 现在在这当婊子立牌坊是不是 平时像条死鱼一样 今天是想玩欲擒故纵 不过 我不吃这一套 要不是你跟月月血型相同 你以为我会看得上你 不过 你很快就没有利用价值了 是明云开的幻想 无论 你靠着脑 一个人莫莫过的 是什么 让我们遇见他 是什么 后天周末 你有时间回来一趟吗 安文佳 我才半个月不见你 就这么想见我 你见不见我 平时像条死鱼一样 今天是想玩欲擒故纵 不过 我不吃这一套 要不是你跟月月血型相同 你以为我会看得上你 不过 你很快就没有利用价值了 是明云开的幻想 你以为你会看得上你 你以为我会看得上你 何天周末 你有时间回来一趟吗 韩文江 我才半个月不见你 就这么想见我 你见不见 我有一件很重要的事 要跟你谈 是你一直想要的 你确定不回来 天末哥哥 我做梦了 好怕 别怕 你好好睡 什么声音 是天末 我问你 如果我死了 你会不会心疼我 韩文江 你又耍什么花招 你的身体我了解 你能得什么病 神经病还是瓦琴症 我的身体 你清楚 是天人 我就是得了神经病 才会对你 念念不忘十六年 文江姐姐一定是想你了 你就回去看看她吧 我没事的 你 陈小月 我韩文江 还轮不到你来 可怜我 神经病 你又在搞什么把戏 又在跟我玩 欲擒故纵那一套 大半夜呢 又去拿鬼混了 文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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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让你自杀的 他是在担心我吗 石总 不好了 小月小姐来找您的时候 不小心受伤了 必须立刻出血 抽我的呗 死不了就往死里抽 好 去 叫护士来 抽她的血 好 石先生 您夫人本身就失血过多 这个时候再给别人输血 会出人命的 不用管她 她对身体状况我了解 跟我这儿演戏呢 抽吧 月月 你不用担心 马上就能输血了 你别哭 我这就去陪你 石天墨 我真的要死了 公司这几个月 利润严重下滑 大家都在说 是石总故意打压我们 再这样下去 用不了几个月 公司就 你先出去吧 是 我也没几天活头了 是该准备安排后事了 可我爸 我哥 都是坐吃山空的人 最适合接手韩世的人选 竟然是那个一心 显然还是破产的石天墨 我名义上的丈夫 汉门家 打二百万到我卡上 爸 你给我打电话 就只是为了要钱吗 女儿给老子钱 天经地义 怎么 你不想给啊 那你把韩世给我吧 爸 你什么时候把我当女儿看待吗 还是说 我就是你的提款机器 还费什么话 赶紧给老子打钱 你要敢不打 我就去你公司闹 看谁丢人 我上个星期不是 刚给了你一百万吗 就全用光了 那点钱够干嘛的 你那么大个公司 你是不是 真的要逼我 去你们公司闹 给钱可以 你跟我说 你把钱都干嘛了 最近 看上了一个投资项目 差二百万 等我赚钱了 就不给你要了 行 把资料发我一下吧 老子可是你爹 怎么 我做什么事 还要向你汇报 你有完没完 你赶紧打钱 不就完事了吗 你还有事吗 没事我挂了 别挂 别挂 我这就给你发 还不行吗 进 韩总 这是您父亲 发过来的资料 安排财务 给他打钱吧 韩总 楼下吴医生 一直在等你 他怎么来了 不是跟你说 少喝咖啡了吗 就不知道 对自己好一点 对 现在医学很发达 只要你坚持治疗 就有可能 就有可能什么 就有可能治好 那概率会有多大呢 百分之五十 百分之二十 还是百分之零点一 算了 你还是别说了 这点希望 还不如不给 石天墨 知道你病了吗 不知道 我也不打算让他知道 这个是止疼药 这个是治疗癌症的特效药 别喝咖啡了 按时吃药 好好吃饭 照顾好自己 我知道了 我觉得看杨栏 在这道菜市场 吃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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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天墨 我喜欢了你十六年 今天 我终于要奉送你 韩总 你确定要把韩氏 送给你的丈夫 嗯 对 这您可得考虑清楚 还是属于你的婚前财产 跟您的丈夫 没有半点关系 我知道 所以这次叫您来 就是和您商量一下 我说你怎么突然 要和我离婚 搞半天事 外面有人啊 怎么 我一个人满足不了你 十天墨 你少在这儿胡说八道 让我明天回来 是因为今天约了野男人是吧 放开我 我告诉你 我最恨别人背叛了 我用过的东西 哪怕是扔掉毁掉 别人也休想碰 你 石先生 你这是干什么呀 你 你就是韩文家的野男人是吧 你误会了 我是律师 韩总今天过来 是您你们俩的离婚协议 我明骗 石先生 要不然你和韩总 先商量下离婚财产分割 滚 你是想杀了我是吧 为什么忽然提离婚 为什么 不是你一直想跟我离婚吗 想和陈小月光明正大地在一起吗 我现在成全你们 你反倒过来问我为什么 我问你为什么要离婚 那为什么 我烦了 够了 不喜欢你了 我不想做陈小月的血带了 这些够吗 如果还不够的话 那就像你想的那样 你就当我外面有人了吧 看来我不在家的这段时间了 你没少找野男人 刚才那个律师只是其中一个吧 毕竟像你这种婊子 一个压根满足不了你 对 我就是外面有人了 叫允许你十天末在外面有人 我凭什么不可以 你 我敢再说一遍 十天末 四年已经够长了 我没有几个四年在跟你耗了 我等不了了 怎么着 被我撞破你那点小心思 就准备和那些野男人双宿双妃了是吗 韩文将 当初是你逼我娶你的 现在想离婚的也是你 你放心 离婚的财产我一分都不会少给你 不会让你吃亏 十天末 你要做什么 你闹得这么狠 不就是想让我留下来陪你吗 够吗 还想要其他男人吗 以后不该有的心思别有 到底是我的心思多 还是你的心思多 你不是很喜欢陈晓月吗 你跟我离婚啊 你给她一个名分啊 还是说 你已经爱上我了 我不想和你离婚 只是因为你要做月夜的血带 不就碰了你几次 真把自己当回事了 十天末 我真的好累 我们好聚好散行吗 看来惩罚还是太轻了 不然怎么就不长气息 就你现在这副 人不人鬼不鬼的样子 还指望我碰你第二次 我看你精神状态好得很 这三天就别出门 好好反思反思吧 你要管我 十天末 我会死的 放我出去 我会死的 开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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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会死的 我快死了 是天末 我快死了 我真的快死了 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天末 十天末 月月最怕打雷 韩文家不会也怕吧 那女人都有胆子顶撞我 怎么可能怕打雷 天末哥哥 你来了 你吃饭了吗 还没 我去给你做饭 我们一起吃 十天末 我会死的 放我出去 我会死的 石哥哥从来没有在家里工作过 一定是因为那个女人 都会死的 韩文鸡啊 石哥哥 吃饭了 好 没关系 石哥哥爱了我这么多年 才不会看上韩文家那种嚣张跋扈的女人 菜做得不错 石哥哥喜欢的话 我以后每天都给你做 韩文家也经常都介绍到菜 只是 我从来没吃饭 怎么又想起那个女人了 石哥哥 你和韩文家的事 谈得怎么样 什么怎么样 就是 离婚的事 不离婚了 那个季女人 过山 还是不愿意离婚 石哥哥 我真的觉得自己好坏 我以前最讨厌第三者 但现在我却成了自己最讨厌的人 我抢了别人的丈夫 我还要别人的喜 石哥哥 都怪我身子不争气 连累了你 就他可以 但你要先娶我 我和韩文家签了协议 他给你献血是自愿的 你没必要愧疚 石哥哥 如果我身体好了 你会和他离婚吗 还有你说过会娶我 还算数吗 我这几天公司加班 就不过来了 石哥哥 韩文家 既然你如此不知好歹 就别怪我心还手辣 他怎么这么病 他怎么这么病 文家 韩文家 石总 所有文件他都签了 签了 昨晚我们几个把姓韩的灌醉了 拿什么签什么 酒醒后也没起疑 乖乖转了三百万过来 这韩氏除了韩文家 全是蠢货 三天 把他解决 三天 这恐怕 三天就三天吧 韩文家 一定要让你 亲眼看透你父亲被判死刑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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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看你精神状态好的 这三天就别出门 好好反思反思吧 好痛好难受 三天怎么这么长 好 你怎么敢 你说什么 都捉奸在床了还装 佳佳 你不是说你老公今晚不回来吗 你是谁 我不认识你 他问家 不是说快死了吗 是被他弄得爽死了吧 石总 我知道错了 你饶了我吧 是他 是他狗有我的 他说你老公在家实在忍不住了 滚 谢谢师祖 谢谢师祖 搞定了 石天墨气得对他动手了 剩下的一百万记得打我卡上 嗯 很温家 这个礼物 你喜欢吗 我真的不认识他 池田梦 我好难受 带我去医院好不好 求求你了 看来我还是对你太仁慈了 你才敢真的去找野男人 我们离婚吧 你还敢给我提离婚 你不是艰辛我外面找野男人了吗 那离婚不就好了 我又不是没你不醒 你看 你关了我三天 我这不是依旧好好的 既然还有力气跟我闹 那就跟我去个地方 你要带我去哪 警察局 警察局 吃了 怎么 不合你韩大小姐的口味 是 十天末 你带我来这干吗 你放开我 这时不就知道了 疯了什么 十天末 你放开我 我要回家 韩文家 你已经猜到了吧 现在就受不了了 等会可怎么办 嗯 放开我 放开 韩文家 你这四天去哪儿贵婚了 现在还有脸来这儿 担心丧门性 害死了我妈不够 还要害死我爸 你 打坏了你赔得起了 放开 放开 温家 救救我 爸爸是冤枉的 我被人坑了 温家 温家 我不想死 救救我 温家 救救我 救救我 为什么 哪那么多卫士呢 我爸的事 是不是你动的手脚 他签的协议 是我逼他签的 他投的三百万 是我让他投的 你爸可一点都不冤枉 冤枉的是死的那七个人 他一命抵七命多赚呢 说起来那三百万 还是你赚给他的 要不是你赚给他 还真没这些事 所以你哥说的对 韩文家 是你害了你爸 你可以求我 我在这儿 刚好有点证据 虽然起不了什么大作用 但是不至于让他明天就去死 你就这么恨我 看来这个机会你是不想要的 这才两天 你爸就老了这么多 你真忍心看他去死 你到底想让我怎么做 他不是把医生懊疼 看得比什么都重要 简单 在他们面前跪上三个小时 只要我跪上三个小时 你就能放过我爸 是 好 我跪 韩文家你爸这样的人渣 即使你救了 他也不会多看你一眼 你确定要放下自己的尊严跪下救他 那我能怎么办 他是我爸 是我在这个世界上最后两个亲人 男嘉小姐 听说您是小山上位 那您下跪是为了向原配道歉 挡回丈夫吗 您是替父亲忏悔才下跪的吧 韩氏即将破产 是下车会和你联系吗 韩小姐给个解释 施总 夫人这么跪着 得跪多久啊 不久 三个小时 看来是总裁让跪的 太太真是好可怜 韩文家 你爸该死 你也不是什么好东西 你们全家都是漫画人渣 是 他爸谈上事了 居然消失四天 和男人谈情说爱 韩超难害了多少家庭 他死了也是为民出汗 砸 往那脸上砸 他宁愿跪着被打 也不愿意跟我求仇 好好的很 施总需要上去帮忙吗 他是不是哭了 去把散打给你 好 时间到了吗 到了可以起来了 施天墨 咱们认识多久了 问这个干什么 六年 不是六年 是十六年 无论是六年前相遇 还是四年前比你结婚 都是我虚谋十年得来的 只是我算好了开始 却没算好结尾 我做梦都没想到 你会对我这么狠 我难受 韩文家你别装了 叫你跪一会儿 就要死要活着 放心吧 你爸死不了 你可以起来了 他怎么这么病啊 是啊 我没出院 大家都在我生 看 你 能否 我是 你 那 我 你 我 我 你 你 我 你 嗯 嗯 先生先生您不能进去 放心吧不会有事的 有这么东西 我把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韩文佳 韩文佳我叫你佳佳吧 佳佳你爸爸妈妈呢 我妈妈死了 我爸爸不要我了 他把我丢了 哥哥请你吃串糖葫芦 吃完就不要哭了好不好 谢谢哥哥 我 不好 必然情况危险 以为没有这武器 必须让家属前病危通知书 快请吴医生来抢救 您是患者家属吗 患者快不行了 需要您先病危通知书 你说什么 怎么可能快不行了 为了三小时四天不吃饭 顶多 顶多身体虚弱 脱了点血 病人是胃癌晚期 现在人口危死 必须有家属前病危通知书 胃癌 晚期 不可能 身体一直很好 从来没生过病 更何况 更何况像她这种女人 一个祸害一千年才对 他不可能有事 先生 再耽误下去病人就真的危险了 他不会有事的对不对 病人情况太危险 总之我们会经历的 天末哥哥 好久不见 你怎么在这儿 佳佳呢 她在里面 所以我要来抢救她 是佳佳 武童 你是不是早就知道她是胃癌晚期 佳佳 你听得到我的声音吗 想想那些爱你的人 不要放弃 你不是喜欢小提醒吗 等你出院了 我带你去医院会 好不好 我 我痛 我好痛 再坚持一会儿 再坚持一会儿 就不痛了 你印象很坚强的 不是吗 不要 把我的病 告诉沈天国 好 吴医生 这是从病人胃里取出来的 卫生纸 是 他的胃里全是这个 他的胃里全是这个 他这几天好像是靠这个卫生的 是天末 他怎么样 爱你所赐 没死 只是丢了半条命 灵门一脚鬼门过 是天末 罪魁祸首是你 你有什么资格在这里装痛苦 对了 文家的事儿 以后不老你挂下 你去关心你该关心的人了 韩文家是我老 你有什么资格过问我和他的事儿 老婆 是天末啊 你扪心自问 你有把韩文家当做你老了吗 他未出现的时候 你在哪儿 他来医院看病拿药的时候 你又在哪儿 你在外面陪你的情人喝酒买乐 在密谋设计韩家把他爸爸送进了监狱知道吗 我真后悔当初没阻止佳佳嫁给你 武童哥 我要结婚了 恭喜你啊佳佳 石天末你这个畜生 石天末 你爱过韩文家吗 我应该是不爱他吧 韩文家是什么人啊 不过是我用过的东西的一种 这儿有预报了 对不起了佳佳 我没办法再帮你关下去了 你在这儿等着 我去给你拿样东西 这是从佳佳胃里写出来的东西 也是她最也吃的东西 知道这些什么吗 卫生纸 完全没有消化的卫生纸 她为什么会是这种东西 我还想问你呢 你到底对她做了什么 她才会拿这些卫生纸来保护 她什么需要你帮她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他有这么严 这么严重的胃病 我不知道 嘉嘉现在在重症监护室 你可以去看他 但凡你还有一点良心的话 和他离婚吧 放过他 韩文家这辈子都是我老婆 我是不可能和他离婚的 就算他死了 也是我石家的人 是我石天墨的夫人 石天墨 你这个混蛋 你来到害嘉嘉 害得还不够惨吗 那也是我和他之间的事 轮不到你一个外人 为指手换手 还畜生 孟家 我不知道你生病了 我不知道你病得这么严重 我会死的 我快死了 石天墨 我快死了 我真的快死了 当时我怎么就没好好听你呢 把话说完把你放出来呢 温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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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病人心情现在 特效指标比较正常 就看四十八小时后 能不能醒来了 好的 吴医生 我会密切关注的 故事 他会醒过来的 对吗 石总 这是几份需要您赶紧签字的紧急文件 韩昌男怎么样了 韩昌男那边怎么样了 已经按照您的吩咐 将证据交上去了 韩昌男死不了了 石总 我不太明白 您费了那么大劲 才把韩昌男送进了监狱 碰了死刑 怎么又把他救出来 那我们之前搞款韩氏的计划 不都全回来 行了 你回去吧 石总 陈小姐打你的电话打不通 就打到我这里来了 问你什么时候回去 你先不用管他 继续盯着韩昌男的案子 另外 把网上关于韩文家的所有下跪的视频 处理干净 是 有时候 我也搞不懂我自己 我是不是让韩文家失望吗 你不认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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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 是因为韩文家是岳爷的血带 我们签过协议的 他必须活下去 韩文家 外面出太阳了 那你醒过来 我推你出去看看吧 你担心的事都不会发生 你担心的事都不会发生 你爸不会死 他也不会坐牢 我也会一直陪着你 我用这些车子的事都不会发生 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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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先生 我们要对韩小姐进行检查 请您先出去 快去准备一下 马上为患者进行检查 好的 吴医生 就讲 谁离开你 你已经昏睡了四十六个小时 说不出话 你是很正常的 稍微抿两口 好点了吗 好多了 他 知道我病了吗 他帮你签的病危通知 已经知道你的病了 吴医哥 还得辛苦你一件事 帮我做个假病恋 你竟然这么喜欢他 为什么不把你的病告诉他 跟他说清楚呢 就是因为喜欢 所以才不能告诉他 难道你就不想让他多关心你一下 心疼心疼你吗 石天魔怎么可能会心疼我呢 他如果知道我要死了 搞不好 还要放烟花庆祝 反正我们都要离婚了 他的关心 对我不重要 我一个将死之人 安静地离开就好 会的 现在国内正在研究治疗胃癌的特效药 等药来了 你就能好了 不许多 我 我对生死看得很淡 我倒觉得 死了反倒解脱了 只是要辛苦你 等我死了 把我的器官捐献了 把我的骨灰 撒进大海里 撒进大海里 翔翔 你胡说什么呢 我没胡说 我这一生都被困在寒家 就想死后 顺着海流 看开外面的世界 生前不想死后事 如果你真想出去 等你和石天墨离婚了 我带你去 石天墨那边 我会帮你瞒着 只是 如果他发现了你骗他 会不会对你 无所谓 我已经习惯了 习惯了 你先出去忙吧 我休息一会 有事叫护士 习惯了 习惯了 不代表不疼 想想 就是撕心练肺的疼呢 何人家怎么样了 只要你不进去弃弹 他就能多活两天 佳佳身体不好 闻不了颜文 你肯定没照顾过人吧 回去吧 我已经帮他安排个故事了 黄文佳会出血 天沫哥哥 你等等 新闻我都看到了 我担心闻家姐姐的情况 就问了 问了下医生 这是她的病历报告单 你还是自己看吧 还想跟我走 黄文佳 我要你身不如死 不是说她有胃癌吗 这上面为什么不是 先生 其实您夫人并没有得胃癌 没有胃癌 她在骗我 她在骗我 不过当时情况真的很危险 不然不会让你前病卫通知书的 她在骗我 她在骗我 天沫哥哥 姐姐她一定不是故意骗你的 她一定是想得到你的关注 千万别冲姐姐发火啊 月月你先回去 我有很重要的事要办 天沫哥哥 回去 好戏要跳远了哦 韩文佳 你在生气 看来这份假病历 他信了 我爸的事 处理得怎么样了 除了你爸的事 就没有别的要说的吗 什么别的要说 我们什么时候把婚礼了 十天沫 你该不会以为 我们这对名义上的夫妻 还能和平共处吧 你害我爸入狱 害我寒假破产 要我当着所有媒体下跪 折損我所有尊严 还差点害我死在手术台上 所以为了和我离婚 就编造出未癌晚期 联合医生一块来骗我 是不是 毫无疑问 如果我此刻不是在病床上 十天沫 早就一巴掌扇过来 我多么希望 这些健康的数据是真实存在的 当时只有你有资格来给我签 并未通知书 卫癌晚期 也是我让医生写的 我怕写清了 你不签 他们不给我治 不过你说的为了离婚 也是原因之一吧 这些年 当你老婆当够了 也被你欺负够了 现在未出血 可能过不了多久 就真的为爱了 你倒是惜命 谁不惜命 陈晓月不惜命 这些年 我给她输了多少次心 你想说什么 你很委屈吗 给她输血是我们婚前协议 你写得清清楚楚 你有什么资格报应 你没有资格 因为我自己眼瞎 我眼瞎了喜欢你 可你不能仗着我的喜欢 就肆无忌惮地欺负我 行 我给够了 你老婆也当够了 谁爱当谁当 我喊温家不稀罕 想离婚 门都没有 如果想你爸在监狱里 生不如死 你大可以试试 石天沫 你要对我爸做什么 你说过你会放过他 韩温家并非坚不可摧 相反 他有太多无法放下的东西 这些都是他的死血 只要抓住他的弱点 那他这辈子都别想逃离我 我说过吗 你有正确吗 石天沫是想反悔 凭什么 石天沫 我是说过 可以让你爸没意思 但是你也知道 监狱里什么人都有 你爸摊上这么大的命案 很有可能和其他的杀人团 关在同一间老婆 到时候你爸 万一缺胳膊断腿的 这些 就不是我能控制 这就是我爱了十六年的男人 一次又一次的欺骗我 可我还是犯蠢的去嫌疑 石天沫 石天沫 你要对我爸做什么 你说过你会放过他 韩恩家并非坚不可摧 相反 他有太多无法放下的东西 这些都是他的死血 只要抓住他的弱点 那他这辈子都别想逃离我 我说过吗 你有证据 石天沫是想反悔 凭什么 石天沫 我 我 我是说过 可以让你爸没意思 但是你也知道 监狱里什么人都有 你爸摊上这么大的命案 很有可能和其他的杀人团 关在同一间老婆 到时候你爸 万一缺胳膊断腿的 这些 就不是我能控制 这就是我爱了十六年的男人 一次又一次的欺骗我 可我还是翻蠢的去信 我先走了 你自己好好待着 三天后 我会建议去法院听审 石天沫 我一直以为 你不是一个言而无信的人 韩文家 需要我提醒你一句吗 我是一个在神父面前撒过好人 我愿意 你从一开始我们的婚姓 就是一场欺骗 那石天沫又怎么会 对我言而有信 你会出现了山沫 也许是命运开的幻想 不敢 石天沫他是真的回去了 再也不会再来 但是我婚事了四十六个小时 石天沫一直守着我 怎么可能 我明明很讨厌韩文家 可为什么 他说离婚的时候 我会那么生气 我肯定不是在意韩文家 而是纯属于男人的占有余 我只是为了更好的 操控折磨这个女人 我只是想 把她当条狗一样 放在身边捉弄 石天沫那个混蛋干的 他还是个人吗 都找个算账去 别劝 我自己弄的 唯有不舒服了 最疼的时候都已经熬过去了 这点算得了什么 他都把你害成什么样了 你还不死心吗 我有自己的打算 你的打算是什么 就是让他一直肆无忌惮地伤害你 还是你自己破罐子破摔 你就这么 你别管我了 你让我来找到我 梧桐哥 这些话 今天我就当没听到 不然我们连朋友都没得做 我刚刚给你看玩笑呢 看你还得真了 佳佳 你必须要开始做化疗了 这样你才可以 不做化疗 你做化疗才可以 做化疗要掉很多头发 我可不想我人还没死 头就涂了 那比死更难受 都什么时候了 你还想着头发 你又不是不知道 我爱打吧 更怕头 不痛快 你先出去忙吧 那好 我找个护士 来保语我呀 每个人默默孤单 每天除了发呆还是发呆 这样下去可不行啊 十世集团安总 才十天末 深夜有鬼初恋举例 我在家离婚吗 韩小姐 不好意思啊 没事 你拿出来看看 我饭 上周还说不离婚 反眼就不知 就有意外在一起 简直可笑 找部电视剧 陪我看一下吧 好 好 韩小姐 网上的东西 信不得 十有八九 都是假的 别人我不敢说 但是十天末的话 你简直是 真的不能在这里 不好意思 韩小姐 我是不是打扰到你了 没事 我也在看 韩文家小姐 人真的很好 那个叫十天末的 怎么就不懂珍惜呢 不管韩文家小姐 有没有插足别人的感情 既然娶了她 就要对她负责啊 这婚汗 没理就去约前人 不管出轨是什么 可笑的是 网上的人都夸 十天末是个好男人 不行 说完这些 今天能不输了吗 我要去法院 不太方便 不行 这样吧 我给你开一些 口服的药 等你忙完回来 继续住院树叶 吴医生 该查房了 我先去查房 有什么事 及时通知我 你去忙吧 韩小姐 您在这儿稍微等一下 我去帮你拿口服药 喂 闻家 我是爸爸 不是在去法院的路上吗 是谁给你的手机 你现在在哪呢 闻家 爸爸这些年对不起你 我不是个合格的父亲 等我走了 你哥就交给你了 爸 你要去哪啊 闻家 我一直欠你一句话 你非常优秀 出色道 令我骄傲 对不起闻家 你要小心十天末 爸 你跟我说 你现在在哪 我现在马上去找你 爸 你说话呀 我什么都不要了 我把公司给你和我哥 你要什么我都给你 爸你说话呀 告诉我你现在在哪 你说话呀 你们别过来啊 你们过来 你会现在就跳 爸 爸 我 我 你 我 我 你 你 我 你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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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文娇 你怎么了 十天目 我爸跳楼自杀了 如果韩长南真的死了 那我和韩文家 还有机会吗 十天目 我恨你 都是你害的 韩文家恨我 这还是我第一次听到 他说恨我 韩文家 你相信我 你爸会没事的 相信我 他不会有信的 我相信你 你让我拿什么相信你 你亲口告诉我 你是个言而无信的人 你让我相信你 我以为我放弃我的自尊 就能换回我爸一条命 可我爸现在自杀了 他就算再怎么不爱我 他也是我爸 十天目 你怎么这么残忍 韩长南要是真的死了 那韩文家不可能 心甘情愿地留在我身边 不能让韩文家离开 绝对不能 石总 韩长南在去法庭的路上 跳楼自杀了 我们正在极力抢救 石总 您给个回复啊 韩长南生子微博 需要和韩文家小姐说吗 我等会过去 你先处理一下 我要去看他 我带你去 石总 我来推吧 嘴上说不在意韩小姐 身体那股真有欲 倒是很诚实吗 就在这儿 我爸是在里面吗 他现在怎么样了 伤得严不严重 我爸是韩长南 他是不是在里面 他今天是要去法庭复审的 文家 你爸他 石天墨 你不是有足够的证据 证明我爸是无辜的吗 他就不会死 那他就不用判死刑了 对不对 我爸他只是恨我 恨我一出生就害死了我妈 和我拿走了公司 恨我这几天不管他 不会的 我爸他就是逗我玩的 他肯定活得好好的 开门吧 爸 爸 爸 我什么都不要了 我都给你 我把公司都给你和我哥 你醒醒啊 爸 爸 前两天我不是不关你 我被关起来了 我不知道你出事了 你是不是生我气啊 你起来骂我 你起来骂我 爸 你醒醒啊 你要多少钱我都给你 我以前说的都是假话 我没有讨厌你 你以前多么爱干净的人呢 现在怎么把自己弄成这样 起来 我们回家 这里太冷了吧 你要多少钱我都给你 我们回家 韩小姐 韩昌南先生 被医学判定为 持续性植物状态 从那么高的地方跳下去 能保住性命 已经是万幸了 至于能不能醒过来 我爸他就是生气了 不理我 他总爱这样 装不理我 你说 我爸是故意的对吧 韩文佳 你爸这辈子都不会醒过来了 你来医院的时候就已经知道了 不 我不知道 我爸他会醒过来的 我爸他就是生气 我拿走了他的一切 我现在把一切都还给他 我爸就会醒来 爸 你听到了吗 你怎么还听不明白 他不会再醒过来了 这里是医院 不要在这闹了 我爸他会醒的 爸 把他带走 爸 爸 你放开 你放开我 十天末 我爸他还会醒的 对吧 文佳 你别多想 你还有我 我后悔六年之前遇到你 后悔四年之前 比你和我结婚 后悔四年来对你做的 所有的一切 如果没有你 这一切都不会发生 如果我忘了十六年前的你 那我就不会得慰安 韩氏就不会出现金融危机 我爸也不会跳楼自杀 韩文佳 现在说这些已经晚了 是啊 都已经晚了 我现在的遭遇 和我现在受的罪 都是我的报应 但是只要我把公司还给我爸 咱们两个离婚 我爸就一定会醒的 韩文佳 你够了 我跟你说了多少遍 你爸他醒不过来了 就算你把公司还给他 再和我离婚 他也永远不会醒过来 韩文佳 韩文佳 那个跳楼视频你看了吗 是那个叫韩超南 哎呀老惨了 听说这辈子都醒不过来了 我都做噩梦了 你说谁 吴医生 你怎么来了 哎就是那个韩超南啊 上次医生死刑那位 今天二审结果他在路上跳楼自杀了 噢 噢 那邱姜呢 他今天不是去管没听什么 那他是不是已经知道了 谢谢啊 吴医生 文佳呢 在你身边吗 在 他现在在哪 他刚看我他爸 精神受不了 晕倒了 好 我马上过去 我爸跳楼之前给我打了个电话 他最后一句话 只能我小心你 真是我爸的人都知道 我爸是个软骨头 家里后 像他这种人 他怎么敢跳楼 我 除非说 我 到底是 不得不让他自杀 才能解决的事 你爸他是自杀 跟我有什么关系 兴许是觉得受不了他心情 又或者是觉得一辈子做劳 生不如死 倒不如死了干净 是这样吗 是这样吗 你这个心 到底是什么做的 这样吧 我不跟你分离 你把我爸弄回来 够你多少遍 你爸醒不过来了 是啊 我爸他醒不过来了 所以我们离婚吧 离婚的事 想都别想 你让我 你让我 让我乖乖乖听 我像一条狗一样在你身边 你让我下跪我就下跪 你要抽我的血就抽 我在你的身上像个玩物一样 为你剪它 是天木 你还要我怎么样 天木 我家破人亡了 欠你的我已经还清了 关什么 阿文家 你别妄想把你爸的死 加到我身上 就算你爸死了 还有你哥呢 我 我得跟你爸一样的下场 你最好把你的孽头收一收 你是知道我的手段 你拿我哥威胁我 谈不上危险 我这个人做事 从来只看心情 我心情好的话 怎么样都行 我心情要是不好 他只会比你爸更惨 韩文家 我劝你什么都不要想 就你现在剩的这些亲人 跟仇人有什么区别 你活这么大 他们管过你吗 我敢保证 如果换作是你的话 他们绝对不会管你的死 你不是爱当圣母吗 自己都顾不上还顾别人 你不疼谁疼 既然你斩不断这些亲情羁绊 就活了为我的功夫 石天木说的确实对 可是我怎么可能不管 我讲 爸爸这些年对不起你 我不是个合格的父亲 那我怎么办 你哥就交给你了 我死 我死 我死了 这两次的时间 还换韩修理几十年 他从时间上来的 是 看来是想好了 看来是想好了 看文贾 我给你的可都是真心实意的建议 你自己放不下感情 怪得了谁 看文贾 这辈子都别想逃离我的身边了 看文贾 你只要乖乖的 我们就好好的 我耐心有限 听不得你一直把离婚两个字 挂在边上 乔家 睡着了 我要带着 徐天墨这个人 带着 徐天墨这个人 带着 徐天墨 你怕不是已经忘了 韩文贾是我老 你有什么资格带他走 徐天墨你屁说这话吗 乔家会和你离婚的 是吗 可他刚才还说不会跟我离婚 并且会好好的跟我在一起做我老婆 不 徐天墨 你害家家害得还不够惨吗 他怎么可能还会愿意跟你在一起 虽然他就是 畜生 徐天墨 你今天就算是打死我 我也要带他离开这里 好 那我就打死你 住手 要打出去的 怎么 心疼他了 啊 徐天墨 你跟我走吧 再这么下去 你会没命的 看来还是做青了 只等我把他玩死了 也轮不到你一个外人之手画脚 韩文贾只要一天受了 就只能看着 实天墨你这个畜生 吴童是外科医生 他的手救过多少人 可现在因为我被实天墨弄伤了 实天墨已经误会了我和吴童的关系 这个时候 我越是紧张吴童 他就越生气 所以 我不能表现出一定点灾影 住手 我有话对他说 吴童 吴童 我是不会跟实天墨离婚的 我喜欢他 我就是记得你 以后 你不要说离婚这种话 来伤害我们俩的感情 让他听见 你是否听话 神明 能不能 还说 他 可能 你 你 不 我 你 你 记得 这 你 觉得 我 你 彤 起来 这 有两年的事件 石田墨要耗 就耗着吧 听见了吗 早这么说不就没事了 韩文家不是你能瞎小的人 巫统 石田墨 你要是再让我发现 你伤害佳佳 别怪我对你不客气 我都已经按照你想要的说了 为什么还叫死手 妈 幻家医院 以后不准单独去见无头 对于那些对你别有目的的男人 你就该离远点 要是被我发现 您俩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关系 我就不止揍他一顿这么简单 石田墨 你心思能不能不要那么龌龊 无同看他那人 一种专注的事情 绝对不可能是 你同朋友之间该一个表情 好 等你好利索了 我就让你知道 什么叫真正的龌龊 我爸呢 在医院 你要去看吗 我要去照顾他 行 只要你乖乖听话 我什么都疑你 要不要做个全身检查 不用了 在市医院已经查过了 直接按照胃出血开药就行 市医院可是荣城最好的医院 转到这儿来 显然是病得不严重 看来 我可能会比想象中 走得更糟了 爸 爸 我从家人来想 我 Gesicht 对不起我妈 没能照顾好这个家 女儿做的不好 也没照顾好你 以后你说的话 我会记住的 是男首室 前面 我提取去见见 和他说了点后来家的声 为的是让他进步对方了 好 我 很常人 為一世想不開跳龍才好 十天末 你聽說過一句話嗎 能為你這風擋雨的人 也能讓你不見天人 走吧 我生下來就沒了媽媽 現在連爸爸也離開我 十天末說我見 我的確很近 居然想聽 韓昌楠繼續罵我 他準備賣房子 為什麼 為了還債 韓昌楠出事了 但該賠的錢還得賠 夫人把家當都變賣了 韓是不是被我們收購了嗎 他賣了手裡的股份 只留了百分之三 這才湊齊 現在他這個總裁 也就是有名無實了 他居然連這點錢都拿不出來 夫人是個代表 和找曾經合作過的人借錢 但因為您之前打個招呼 所以那些人一直到夫人的名字 最多關心 我現在跟他真不一樣 我現在跟他真不一樣 至少 他現在是喜歡你的 而我 已經不喜歡了 韓文家 今天 我就要睡了你的男人 天末哥哥 你怎麼穿成這樣 趕緊把衣服穿好 小心感冒 天末哥哥 你都好久沒來看我了 我知道你跟韓文家姐姐結婚 都是為了我 可韓文家才是最大的贏家呀 她可以光明正大地擁有你 而我只能當個見不得光的情人 韓文家跟你說的 她欺負你了 她一定不是故意的 她是因為她爸爸的事 受了很大的打擊 我去找她 天末哥哥 天末哥哥你不要走 你知道嗎 我真的好嫉妒韓文家 還能光明正大地擁有你 天末哥哥 讓我做你的女人好不好 天末哥 你現在身體不好 我還有事我先早送你 天末哥哥既然推開我了 他不會真的愛上那個女人了吧 天末哥哥 你到底什麼時候跟韓文家離婚 我不會跟他離婚的 除了這樣 我什麼都答應你 好 那我要跟你做一起 哪怕是沒有韓文家 我也不介意 哦 我答應你 天末哥哥只能是我的 誰敢跟我搶 我就讓誰 死 天末哥哥 好看吧 我最喜歡這條裙子了 當初選的時候 我就覺得這條裙子 拿出去扔了 別整這整東西噁心我 不要 別整這整東西噁心 別整這整東西噁心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难道韩文家 知道我今天要来 特意做老伴 你怎么来了 你不知道我回来 我又不是你肚子里的灰虫 我怎么知道 我饿了 饿了点外面 这是想让我给她准备吃的 以前我费尽心机讨好的 每天按照她的喜好 做一桌子菜等她回来吃 她连看都不堪意 现在我不想做 她却站一边喊饿 到底是谁见 如果你不想吃外卖的话 可以去你好妹妹陈小月那 让她做给你吃 韩文家 我难得回来一趟 你别找不痛快 谁稀罕 人怎么会变得这么快 当初韩文家 不是爱我爱的死去回来吗 现在居然这么对我说话 是气话 还是心里真的没我了 你 你 我当时不是打碎了 还让她扔了吗 竟然藏了四年 现在又为什么扔到垃圾桶里 我以前一直骂韩文家贱 自信地以为她会贱一辈子 从没有想过她会不爱我 这一天 来的是真的猝不及烦 以前没舍得扔 现在我要搬家了 没地方放 像这种有名无识的东西 看了让人厌烦 会勾起很不好的回忆 所以你现在是 扔了 不扔留着干嘛 贵人吗 你不是也不喜欢吗 来了 姑娘 你不要的废品在哪 在里面 这些都不要了 对 我搬完家之后 还有什么不要的 再联系你 好好好 这么晚了 辛苦你了 没事没事 应该的 婚纱照留下 好好好 还没离婚呢 家里连结婚照都没有 像什么样子 以前不也没有 照样也过 韩文家 看来你是忘了我在医院 跟你说的话 我没忘 不就让我乖乖的吗 我乖乖的就是了 真的什么药啊 我药 医生开门 医生开门 既然身体还没好 房子先别办了 我搬家不是因为我想办 而是我着急用钱 要卖这套房子 我为什么着急用钱十天末 你应该比谁都清楚吧 王子打算卖多少钱 当时 是一次性付清了五百六十九万 现在着急用钱五百万出 房子我买了 就算我们夫妻的共同财产 好啊 只要你给钱 房子归你 我会尽快找律师办理财产转移手续的 你出去一下 我要换衣服 你出去一下 我要换衣服 今儿身体还没好 就先别办了 另外 月月要翻过来 十天末不和我离婚 难道为的是家里红旗不倒 外面采旗飘飘 可以啊 你开心就好 你别多想 月月帮到这里来也是为了照顾你 就她那个动不动就缺血的身体 还照顾我 陈小月是什么样的人 我心里可一清二楚 够了 再让我听到你说月月的坏话 别怪我对你不客气 把这张照片放在这儿了 你就不怕陈小月看到跟你闹吗 她跟你不一样 对 她是跟我不一样 她大多 她能看见自己喜欢的人 跟别的女人溺在一起 我现在跟她真不一样 至少 她现在是喜欢你的 而我 已经不喜欢了 不喜欢我 那你喜欢谁 谁知道呢 毕竟我才二十三岁 以后会遇到很多的男人 十天木 婚姻我给你了 我的这颗心 你别想一直在你身上 我是姐 但是这么多年了 我也烦了 我知道你在月月的存在 但我和她之间 你不得 十天木 不管你信不信 我现在真的不在乎 你和陈小月之间的事 你们两个 爱怎么着就怎么着 怎么开心怎么来 我绝对不发脾气 也不会生气 如果你俩有一天 真的结婚了 我给你俩包个大红包 咱俩在一起 这么长时间了 四年 养条狗都有感情了 我们不能好聚好散 也不能落个自相残杀 够了 韩文家 我没想到你这么大 大度到连我的二婚都想好 你韩文家这辈子都是我的女人 想离开我 除非死 这句话 要是放在咱们结婚的时候说 我肯定特敢 这话不管什么时候说都一样 谁敢 给我好好守住你的心 不要想找野男人 你连自己的心都守不住 你还想管我 别拿我和你相提病了 感情和婚姻在我这儿 是两码事 你们俩真是绝配道 让我恶心 恶心你也得给我受着 我和月月什么都没发生 她现在也只是我的朋友 她之后搬到这里来 我希望你能好好守住 好待她 表现好的话 你这朋友处的可真特别 拉手 亲嘴 就差没睡在一起了 连两个人出去约会都上了热搜 大家都夸赞你们 青梅竹马的恋情呢 我去收拾一间房间 对了 这间房间 是按照你喜欢的布置 还是按照她喜欢的布置 随便整理一间就好 我和你睡 那就按照你喜欢的吧 她这做了一辈子见不得光的情人 应该也不会建议 我给她布置房间 跟狗说这么多做是吗 她能听得懂吗 我都答应会好好陪她了 为什么还要闹脾气 这不是她以前最奢求的吗 反正我俩没离婚 只要我对她好一点 她肯定就跟以前一样 死皮赖脸的对我上心了 音乐 journalist 律师给我的房产转移合同 我已经签了 就这事啊 明天周末我带月 보여드� 他想吃你做的饭 我不做 月月身体不好 外面的饭菜他吃不惯 你随便煮点清淡的 跟以前一样 十天末 你是听不懂人话吗 我说我不做 还和以前一样 以前什么样 以前你是看过一眼 还是吃过一口啊 我明天回去吃 十天末我告诉你 我已经不是那个做好饭 眼巴巴等你的韩文家了 给人做饭我会 给陈晓月 我真不会 韩文家你胆子大了是不是 敢这么跟我说话 你别忘了 我年死你哥 跟年死一只蚂蚁 最好给我老实点 明天中午十二点整 把饭做好 我回去要看到 老实点别忘重复第二遍 行 我做 十天末 你这个混蛋 我都要死了 你都不放过我 十天末不喜欢吃内脏 不吃屁股和脚上的肉 口味清淡 不吃葱姜蒜 辣椒 香菜 喂 给我买一块猪肝 猪大肠 还有一个猪腰子 配料的话 我要葱姜蒜 辣椒 香菜 就这些 你不吃什么 我偏给你做什么 哼 打扰到你了 还辛苦你做这一桌子菜 遗嘱全忘了是吧 这些你能吃吗 不能吃我干嘛做 来 欢迎陈小姐到我们家 这是我特意为您做的炒猪肝 补血的 像您这种经常气血虚的身子 就应该吃点这种菜 这是给您做的猪腰子 吃啥补啥 韩小姐 我知道你不愿意我搬进 但你也没必要把菜炒成这样 我把菜炒成什么样了 我倒是没什么 只是天末喜欢吃清淡的 菜里不能放香菜 更何况这些内脏她更不喜欢 潘小姐如果需要 我可以写一份天末的爱好和计口给你 所以说陈小姐的意思 今天我做的菜不符合你们俩的胃口 懂了 既然我今天做的菜不符合陈小姐您的胃口 那就麻烦陈小姐以后自己做 我相信以陈小姐您的水平 一定可以做出一桌 特别符合石天末先生的菜 让到了很浪费的 怎么会浪费呢 一会儿我拿出去给外面的流浪狗 那狗狗冲着我摇尾巴 故意的 我怎么可能是故意的 我这是善解人意 陈小姐说了 这菜不符合您的胃口 我倒了就是了 并且我看陈小姐很了解石天末的口味 所以说以后您来做法 哦更何况前两天说了 陈小姐进来是来照顾我的 我这身子过的确不太好 闻不了有点味 天末哥哥 陈小姐不是故意的 他只是不清楚您的信号 而且他当大小姐惯了 以后这种事还是我能做法 话吗 还是你说的好听 太把自己当盘菜了 到别人家里挑三拣四 你所谓的较量 是哪儿了 我没有 二小姐我知道你不喜欢我 我走就是了 道歉 我凭什么道歉 石天末 请问你 我哪句话说错了 是不是你说 让陈小月过来照顾我 好 饭 我给你们做了 你们不喜欢 我道了就是 事事依着你俩 你还想要我道歉 我没事 你们不要为我吵架 陈小月你算哪根从啊 你脸盘子真够大 为你吵架 我看你精神好得很 用不着别人照顾 去 重新做一份 想吃自己做 我受够了 老娘不伺候 陈小姐 没事吧 我真见识到 什么叫若不清风 看来你是没把我说的话 放在耳朵里 当着我的面欺负月圆 你哪只眼睛看到我欺负他 本来还想看你身体好 这些事 现在看来完全没有必要 我凭什么道歉 十天末 请问你 我哪句话说错了 是不是你说 让陈小月过来照顾我 好 饭 我给你们做了 你们不喜欢 我道了就是 事事依着你俩 你还想要我道歉 我没事 你们不要为我吵架 陈小月你算哪根从啊 你脸盘子真够大 为你吵架 我看你精神好得很 用不着别人照顾 去 重新做一份 想吃自己做 我受够了 老娘不伺候 陈小姐 没事吧 我真见识到 什么叫若不清风 看来你是没把我说的话 放在耳朵里 当着我面欺负月月 你哪儿只眼睛 看到我欺负她 走 我们回房间 月月受伤了 你必须跟她道歉 我就碰了她一下 她不会死了吧 会不会说话 惹我生气你很开心是不是 对 我看你生气我特别开心 所以你承认那一桌菜 也是故意的 当然 故意做出来恶心你们的 石天墨 我们结婚四年 我给你做了一千三百六十四天的饭 我比陈小月更值得 你的口味 我知道你喜欢吃什么 不喜欢吃什么 以前我跟你做饭 是因为你值得 而现在 你叫我 就是一坨垃圾 我跟你说过 当初在家 眼巴巴做好饭 等你回来吃的韩文家 已经死了 要是别人 早不知道死多少 所以说 我得感谢您不杀之恩 谢谢您的大发慈悲 留我一命 要是没什么事 你就好好陪你的月月吧 我这事还没完 就想赶我走 啊 你想干什么 放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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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酷啊 小子 你这发脾气的样子 发生你母亲切死气沉沉的样子 让我感兴趣多了 本来还想让你身体好不再收拾你 现在看来完全没有必要 啊 怎么 你是怕我咬舌自信吗 何文家 像你这人 国阵的价值 确实和月月有相同的讯息 我和她的血型相同 真是令人恶心的存在 我很后悔 天木哥哥 对不起 我是头晕 有点恶心 我带你去医院 我是不是打扰你和韩小姐了 我自己去医院也可以的 她不重要 没什么答案 回家静养就可以 嗯 她果然 对韩文家动情了 为什么韩文家没有像她爸那样从楼上跳下去 她为什么还不死 为什么要霸占属于我的位置 没事 如今我已经搬进来 会有足够的时间慢慢把威胁我的东西一点一点处理干净 今天只是第一步 听莫哥哥 啊 我们走吧 好 喂 宝贝 我还以为你是接我电话呢 怎么了 听莫哥哥 我肚子不太舒服 想上个厕所 你可以先去车里吗 行 那你穿上鞋 我在车里等你 如果我不接你的电话你会怎么样 那我会一遍一遍的 你在威胁我 叶月 我那么爱你 爱都能帮你教训韩文家 我怎么敢威胁你 我想你 给你半个小时 咱们老地方去 好 找人听这陈小月 嗯 啊 啊 讨厌 你要坏啊 你不就爱我的坏吗 啊 哎 是天墨 你不是自审之中不破 我就和别的男人是 我陈小月 你 你 你不是没人爱 胡相军 你想要钱吗 想啊 谁不喜欢 那 你帮我杀一个人 你想要谁死 韩文家 是天墨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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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月 四年了 你还看不清楚是天目是什么 他心里没有你 只有寒门家 就算寒门家死了 还不会娶你的 你胡说 他说了会娶我 就一定会娶我的 男人的嘴 屁人的 你就不曾跟着我 我也能对你 你算个什么东西 你能跟时天目比吗 胡相军 你要真对我好 就帮我解决掉寒门家 我恨他 只要他死了 时天目肯定会娶我 我现在和你 就是一根绳上的蚂蚱 只有我过得好 你才能过得好 你凭什么认为 寒门家死后 时天目会娶你 六年前 时天目落水 险些美意 以为是我救的他 真正救时天目的是谁 不知道 不过从那以后 是天目就对我恒 还是会骑我 不过你放心 六年了 他不会查出来的 人都不会做 给你了千万 不相聚 我知道你在容成 他有些事 只有你帮我 让我再想一想 亲爱的 至少之后 少不了你的蚕蚕 干什么老虫 小朋友们都很喜欢 你给他们送的礼物 他们也给你准备了 大家给文家姐姐 唱生日快乐歌好不好 我以为每年五月二十一 院长请我来孤儿院 只是个巧合 原来是因为他们 都记住了我的生日 我以为这辈子 都不会有人能记住 我的生日的 真好啊 我去个洗手间 那我带你去 不用 不好意思啊 我不知道这里有人 打扰到你了 没有打扰到我 你可以过来一起坐 你这是拿的 你这是拿的什么呀 喜欢吗 送给你 白秋 白秋 你怎么在这儿啊 我找了你一上午 快回去吃饭了 哎 韩文家小姐 你也在啊 他居然把这个东西给你了 这个 怎么了 你也没什么 他平时啊 都不让别人碰 还能把这个东西给你 说明他很喜欢你啊 嗯 喜欢 没想到 白秋居然开窍了 第一次喜欢女孩子 这脑袋呀 再聪明一点就好了 我本来就聪明 院长 他是这里的义工吗 不是的 十五年前秋天 被人送到孤儿院来的 他呢 当时送来的时候 头科坏了 哎呀 嗯 后来长大了 就一直住在孤儿院 那 他什么都不记得了吗 嗯 他要是记得 就不会还在这儿 嗯 这十多年来 也不是没让警察帮他查过 他的信息 可是 这十五年来呀 什么都没查到 就像一张白纸似的 快 给 飞吃饭了 你一直盯着我干嘛呀 你知道我名字了 我还不知道你的名字 我叫韩文佳 韩文佳 韩文佳 真好听 佳佳 我以后可以叫你佳佳吗 好 哎哎 哎哎 院长 家家生病了 我要送他去医院 不用 我自己去就可以 就让白秋送你吧 你腾成这样也没法开车 他智商虽然不高 但是常识都懂 哎 他送你去我也放心 快 送韩文佳小姐去市医院 你来干什么 看病 抱着看病 你放我下来 不然 我以后 董才 这是查到陈小姐的资料 他多年来跟一个叫胡湘君的小混混 关系很密切 是肉体上的关系 这男人不就是韩文佳之前被我捉肩在床的肩夫吗 另外六年前救您的可能也不是谁 不是他 那是谁 监控只拍到了一个背影 具体是谁 还不太清楚 不过 我总觉得那个背影很像 像夫 六年前我一觉醒 看到的第一个就是陈小月 怎么会是 韩文佳 我一直是推测 还有别的吗 这是我刚刚得到的消息 夫人跟一个男人去了医院 这个男人似乎就是 十家失踪了十五年的娘子 失败了 他竟然还活着 十五年前我被老家 他们已救我 他竟然还活着 换上我的衣服吸引绑匪 最后得得救了 但他却修逝了 我在门边上发现他的衣物 上面沾了血迹 他怎么会和韩文佳在一起 去医院又是干什么 夫人每年都会住进去一次孤儿院 可能因此认识的 而去医院的命运 似乎是 死亡法 大胎 哪家医院被撤 吉他 柴哥 你 你 你 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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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還敢碰韓文家他在哪 詩天夢你這個神經病 你又把佳佳怎麼了 他不是要打胎嗎 佳佳懷孕了 詩天夢你這個混蛋 佳佳的身體不能懷孕你想害死他嗎 什麼意思 他為什麼不能懷孕 喂 我是吳醫生 幫我查個病人 韓文家 寫清楚他為什麼不能懷孕 胃癌 胃癌晚期 最多只能活兩年了 詩天夢 這些都是你害的 這些明明 又向聯合起來騙我 同樣的招數還玩不膩嗎 他根本就沒有胃癌 他只有一年胃病 我已經看過病例了 好 好 就等會兒 騙你他好了 吳醫生 韓文家下去沒有流程 在結婚室那邊說 看到他被一輛面包車接走了 什麼 好 放開我 這是哪兒 你先生 為什麼把我綁到這裡 終於可以嘗嘗十天末的女人是什麼 對吧 不是 我怕 你如果想對付這天末 看你這個決定 做的就太錯誤 整個榮城的人都知道 你恨透了我 難道你不看新聞的嗎 who care 放開我 放開我 不要用這種眼神看著我 還什麼都不符 我問你個問題 是關於十天末的秘密 只要你老老實實的回答 我就放了你 我不知道他的秘密 把一起抓的那個傻子戴上來 我還抓 你怎麼也在這 你猜 他是誰 你這個神的 石家的羊子 水 啊 請你幫別哭了 這次 我不能被你回家 是嗎 還不知道我自己的 這次 的人是 你 你快 你錯了你 你愛錯了你 但我認識的 就算什麼 我 不要為我 就不要那麼喜歡時間過了 那個人 不知道你 啊 日式天幕如果有人說我希望從未遇見 也希望我們下輩子再見 他們家